3 2 1 虚拟货币市场越来越行 S虚拟货币交易所终于在台中台北开了实体门市 希望可以让民众更安心 现在我们就一起去台中门市看看吧 最近越来越多人投入虚拟货币投资 尤其是比特币涨到历史高价 让许多投资客趋之若鹜 台湾S王牌虚拟货币交易所 看准虚拟货币商机 在台北台中同步开幕实体门市 让还不太熟悉的民众能够快速的了解合法投资虚拟货币 台湾的民众他对于线上的交易比较不会那么了解 那当然也希望可以透过线下的教学 包括怎么注册怎么买卖 来自于怎么效作区块链等等的教学来做延伸 S集团创办人潘毅章说 他们是台湾最早合法合规的交易所 已经创立三年 这次开实体门市有安排一对一专人服务 现场教大家虚拟货币的买卖操作 并提供市场买卖价格 也会定期举办理财讲座 让大家熟悉新的投资潮流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次机会 让中台湾乃至于在未来 我们在南台湾也会开设门市 让大家可以知道在中张头的民众 可以了解区块链乃至于怎么买卖虚拟货币 虚拟货币当中最热门的比特币 目前一块高达6万多美元 新崛起的狗狗币短短不到一年也涨了70倍 可见现在投资趋势已经慢慢转向虚拟货币 S集团创办人潘毅章说 在台北台中开实体门市只是第一步 目前已经评估在南部东部地区 甚至是海外设立据点 希望让他们的服务可以更多元 民众可以在合法又有保障的情况下 投资虚拟货币 记者陈文旭、李金生、李佳金、台中报导